10月9日杭州市发布了房地产市场相关政策优化调整的一系列措施 主要有包括五条 首先第一条是落实国家有关住房信贷政策的相关调整措施 那么具体来说就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 以及统一首套房和二套房的首付比例 最低统一调整为不低于15% 另外公积金的相关政策也有相应的优化调整 具体包括公积金贷款额度进行了上浮 并且新增了进一步上浮的相关的情形 另外对于首套住房的认定也进行了优化调整 措施的第三条是取消了新出让用地上建设项目的新建商品房限价措施 第四条我们也是鼓励各区县市根据自身的市场实际情况 出台购房补贴房票安置等购房支持措施 同时呢第五条对于房地产开发项目 我们提出进一步加大融资协调的力度 推进融资协调白名单扩容增效